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主题 就是福报 三种 金钱 名畏 健康 长寿 眷属 和乐 福报还有我们的善根智慧 我们心性的善良有智慧 这个都是要自己修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讲过波斯尼王的女儿 善光公主的故事 善光公主因为她往昔布施 这个披士佛的塔布施佛 所以她今生有大的福报 她不是靠她爸爸 那她的先生呢 是靠她而有福报 可是她现在也不是靠善光公主 是借她的缘 她先生也去布施了 是善光劝她先生布施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有福报 每个人都希望有善根智慧 可是这个不是从别人那边得来的 所以我常常告诫周围的学生 弟子信众们 我说别人的福报 你想都不要想 你看都不要看 你最好不要知道 干什么呢 那是别人的 它绝对不会跑到你的身上 就像别人的口袋里面 像银行的钱 它不会平白的到你口袋里面的 对不对 你看了很多人去银行领钱 一刷一刷卡一刷卡 那是因为它存进去的 它没有存 它从银行提的钱再出来吗 没有嘛 你从银行存款提款你就知道 你没有存钱 你就不可能从银行提款 对不对 你说我借钱 借钱你以后不要还吗 一样的道理 你还有加利息 都还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 不要去希望 别人能够给我什么福报 你说有的人呢 他老爹 或所谓的 就个富爸爸 或者说还能经常出生的 我告诉各位 就像这个上公公子一样 福报有今生 有前世的 我们很多的福报 都是前世修的 我们今生没有福报 我们就知道 我们前世没有修 所以呢 我们今生要努力 只要你今生 努力地修福报 努力地修 剥弱智慧 你下世多生以后 你就会有福报 你就会有智慧 这个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 相信这个道理以后 抓紧机会 努力地修福报